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五 HKG 报今天推介给大家看看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匪夷所思的瘦身计划 究竟是帮美国还是害美国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自从当选后 Tesla的行政总裁马斯克找到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特朗普早前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 由马斯加和生物科技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共同领导 专门帮美国政府继续 二人近日在《华尔加日报》一篇文章中表示 计划取消联邦员工姚拐工作 要求每周到办公室5天从早上8点工作至下午6点 近管内不满意的人可以自愿离职 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超过35万亿美元 等于每个美国人负债10万美元 三母大叔成为社医的代价就是无限借钱增肥 令自己成为一个极度臃肿的畸形债务巨看 当然体型越巨 爆破风险越高 特朗普既然声称 肩负起令美国再次伟大的重任 当然不想令到美债危机在自己手上爆破 于是他决心将美国政府每年6万亿美元的开支 降到4万亿美元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截散人力的成本 所以他委任马斯克去实施史上最疯狂的裁员大计 以压缩美国政府的开支 避免美国走向破产 马斯克宣称美国有428个政府机构 但只要保留99个机构就足够了 所以要裁掉75%的部门 相对应是解雇77%的公务员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美国政府是美国最大的雇主 全美共有2300万人吃财正饭 以此推算 大概有1771万的公务将会被解雇 假定每个人背后的家庭有3个人 整个美国将有5000万人受到影响 而美国只有3.3亿人口 这个冲击系统巨大实在不言而遇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炒出马斯克最拿手的菜式 例如他收购Twitter后就立即大刀阔阔队裁了八成的人 从8000人增加到只剩1500人 但依然能够维持Twitter的运作 或因此令他自以为 捉迹了大规模解雇员工的经验 但政府不是企业 一句一动都关乎无数人的福祉 炒这么多公务 美国的公共事务以后是谁来做 如何安置这么大规模的失业人口 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又如何解决 不难想象当基层公布被大批解雇 当市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职如山大无法解决 排成几公里长的人龙 没人理 而对政府怨气冲天 当基层部门将一切赚到推卸给政府效率部 真不知马斯克如何收货 可见特朗普大玩任人为亲的权力游戏 将吸引港大发生有一切为观 如何令霸权更堕落 到这里 再见 estamos ostat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